我相信他想問紫金礦業2899 他13.1有貨的 他說前景怎麼看呢? 紫金本身我自己都看得不差 因為其實我對於同價看法之前 都相對是比較樂觀 但是沒辦法 因為近期內地那個疫情 對於整個生產的影響實在是太大 大家也都擔心 如果你在整體那個經濟 特別內地方面 短期未必能夠復甦 對於同那個需求一定有影響的 所以同價這一段時間都下跌 另外金價方面更加是跌得多了 所以紫金可能短期裡面的股價 有再多一點點回調都不出奇 但是你說算回紫金本身自己 譬如在一些礦產的投資 去年和今年其實有很多新的銅礦 是投產的 譬如有些是塞爾維亞 有些是西藏 有些是光果 就是整體那個投產量是多了很多 所以就看看 究竟那個天時地利是否配合 如果你說接下來同價 或者金價有回升的 對於紫金來講是一個相當大的利好 但是相反地 如果你說可能短線 同價金價都未必升得太多 紫金在這些的價位上 你說要去升都困難的 所以這隻股份 我自己的感覺上面 都覺得他短線裏面 就算彈 都可能先看回上面 12元左右 那麼初步來講 暫時這類的資源股 可能最旺 特別對上個月 一個這麼強的升浪 就應該是過去了 短線都是一個整固的格局為主 但是我們也會看到 幾項目的 跟人家裡面 實際中 就算有很多 那麼 我算是 不ч的